中国风雅琴棋书画的全球首秀 让很多朋友感到震撼 我想用这个系列告诉大家 中国文化是可以感动世界的 特别是当它与现代人的生活 时尚结合的时候 会奔发出更大的力量 这个系列的设计灵感 来源于中国文化的艺术形式 琴棋书画 我用现代时尚风格的设计语言 创造性地演绎它的文化内涵 想表现的就是中国人的精神和气质 琴是情感 琴是折死 书是为人 画是审美 它概括了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而时尚就是一个时代 对精气神的诠释 我从小练习书法 喜欢中国文化 在海外生活和工作15年 我让许多世界明星 穿上了我设计的作品 我也深深感到中国应该在世界时尚领域 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中国人有独特的魅力 我们应该塑造自己的美 增结我们中国人的自信 让世界化妆相开 2009年我回到上海 创立Grace Chen 励志改变中国街头的风景 目标是世界级的大牌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 但当中却鲜有中国品牌 要做金字塔顶端的时尚品牌 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 和全世界的大牌竞争 要有高水平的产品 也要有独特的思想文化体系 博大今生的中国文化 成就了我一次次的创意 无数的奇思妙想 融与中华悠久文化的诗意和美学间 从梯台走向了生活 走向了世界 在华山路上的这扇大门里 我绘制出华府最初的文化 再由团队做成央衣 每件衣服都是手工缝制 不仅有严苛的吃法数字 更是一针一线 一丝一缕的用心之作 经过30到50个工序 无数次调整之后 一件完美的高定时装 最终交到钟爱他的人的手里 那是带有温度的艺术品 不一定是华丽的礼服 而可能是你那件最常穿的衣服 衣服的美不在于本身是否好看 而在于穿上它的人是否变得好看 设计师创作的不是一件衣服 而是穿上衣服的你 你才是我们共同的作品 也就是这每一个你身上的这些美好 汇聚成了时尚 成为街头美丽的风景 穿出中国美 中国气质的时装 是传播中国文化 有力而生动的形式 能让世界清晰地看到 东方美学的魅力 而用时装来传达中国美 并不是要秀文或穿汉子 最重要的是将传统文化当代化 以国际视野 发掘中国韵美 彰显现代生活 创造跨越地域文化和时空之美 这才是最具时间影响 让世界读懂中国人的美 让世界看到中国史上的力量 这需要中国设计师与品牌 无懈的努力和探索 很幸运 在国际大都市的上海 我们拥有越来越多 具有独特审美精神的 日同道合者 在充满自信的街头风景里 一定会生长出 中国的世界大牌